出事的輕鐵路段經通宵長修之後 在早上8時10分恢復通赤 有乘客說輕鐵駛到意外路段的時候 速度比平日慢了 我現在會不會擔心乘這輛車 不會 因為乘了很久 而且我看到它剛才駛進去的時候都慢了 今天慢了一些 可能小心一些 在意外發生的這個彎位 路軌旁邊的欄杆已經有膠帶圍起了 而港鐵亦都換上了部份新的路軌固定扣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早上去到意外現場視察 之後又去到屯門醫院 探望留醫的6位傷者 他表示受傷的乘客可以得到賠償 現在在輕鐵出現任何的意外 一般的乘客 都可以得到 這個道路交通傷亡的賠償基金 所包括的 另外如果乘客對港鐵公司有任何的索償 當然都可以這樣做 但怎樣都好 我想要等到調查結果 在發現具體是甚麼成因造成這次的意外 張炳良說 已經要求港鐵在意外發生3天之後 提交調查報告 他又說根據新的票價調整機制 如果發生事故 而原因是港鐵可以控制 就會罰款 這次延誤服務超過8小時 罰款會達到上限1500萬 意外發生後 港鐵工程人員通宵搶收損毀了的路段 並通過安全測試 證實沒有問題 早上恢復行車 意外發生在星期五下午4點多 一格由天水圍往元朗的761P線輕鐵列車 由眉村站駛去唐方村站的期間 在平下路出軌造成77人受傷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彭樂彥